第1468集 老谷很激动 也很肉麻 一关到驴精进前 磨磨蹭蹭 爱爱碰碰 结果让驴精毛了 哐当一绝的又给踹开了 我紧扣你老鬼 我跟你没关系 别碰我 老谷又向前凑 说当年的旧事 并解释 当初去抢青狮 完全是因为一见情心 但他也付出代价了 被打了个半死 情尸啊 老谷轻患 那可真是让人起鸡皮疙瘩 声音都沙哑了 让远处的楚风 都忍不住使劲搓了搓手臂 卧槽 也受不了了 我坦白 我有罪 我承认 我不是青石仙子 老谷你这个死变态 给我滚一边去 最终的结果是 驴精受不了了 装不下去了 自己赶紧承认 因为 他看到老谷内谷 粘糊劲 满身驴毛都倒数了 驴皮疙瘩 数以万计 再这么下去 他估摸着 就想跑路了 说 你到底是哪个 楚风开口 他刚才没有看到 驴精脑海中 最深处的东西 还不能确定 他是哪位故人 不过 依照这么没节操的性格 他能锁定在一两个人间 至于老谷现在的状态 那可真是 大德 你到底是哪位啊 你是我那位 畜兄弟吧 驴精皮颠皮颠跑过去 他有一种感觉 这应该就是 楚大摸头 他恢复前生记忆后 一下子想到了太多 然后再根据 鸡大德的各种表现 那种性格 以及针对泰伍的手段 等没跑了 确定 保准 是那个人 甚至 他觉得鸡大德 各种动作 言谈举止 都跟楚大摸头 在阴间时一毛一样 唯一让他觉得诡异的是 眼前这张至内的少年面庞 居然跟楚风前世很像 都已经转世了 怎能如此呢 这实在是见鬼了 有那么一瞬间 他曾一度怀疑 这是不是一个局啊 有人故意为之 不过他想了又想 应该不至于 他只转身为一头驴子 谁会这么针对他呢 你又是那位 赶紧坦白 别动我笑你 楚风嘴角抽搐 在那里摸牙 因为这头驴精太可恶了 消遣到他头上来了 当然 比他心情还要糟糕的是老骨 整个人都傻了 在旁边呆呆无语 坐在棺材中 一动不动 他有些发木 这是什么情况呢 一瞬间他有点接受不了 说好的青狮仙子呢 怎么就飞了 这是谁啊 大爷的 他简直想杀人了 当老骨行转后 便开始移关 向驴精那里凑 想跟这头驴子死磕到底 必须得清算 是可忍 孰不可忍 驴精先一步毛了 老骨 你给我待这一边去 再敢黏火 跟你拼命 老骨 老骨先跟你拼了 老骨怒吼 真的是要癫狂了 今天大喜大悲又大失落 他整个人的心态都差点崩坏 大德 楚风 救命啊 老骨他疯了 我 我真不是青狮仙子 驴精惨叫 楚风赶紧出手 强行将他们分开 愚蠢的驴子 你给我闭嘴 我自然已经知道 你不是他 我是在惩罚你 不过 你这是脑袖成怒 直接的黏糊劲呢 拼了胖郎的 这地方一阵大乱 若非驴精数次 喊出楚风这个名字 古尘海还不罢手呢 此时他在棺材中 脑子转动个没完 感觉有点乱 但最后大体都弄清楚了 一下子遇上了两个转世者 这种事情还真是没天理 整片阳间又有多少个转世者 有时候 数十世也遇不上一个 今天他居然一下子遇上两个 这也算是遇上奇迹了 尤其是鸡大德这个王八糕子 不是遇上过轮回狩猎者吗 居然能避开探索 能平安无恙的混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谷感觉脑子不够用了 主要是今天他被气得不轻 简直是窝火与修焚的受不了 驴精老实了 驴头大脑的 被楚风给殴打了一顿 现在呲牙咧嘴 楚风已经确信 这肯定是一位故人 是一位转世者 在对方破开心底的轮回迷障后 记忆起前生的事时 他分明感应到一股轮回的气息 那是一股莫名的能量 在滋养驴精的全身 别人感受不到 可是楚风却能有所绝 当初面对东清守护的那位小姐时 他就有这种感应 因为他是肉身轮回者 这像是此生的一种独有天赋 小弟 是我 西伯利亚虎 东北虎 你虎哥呀 驴精在那里笑 裂开嘴后 竟有急需虎头虎脑 而又彪悍的样子 当然 气质再怎么变 也还是一头驴子 楚风又一次觉得肾疼 他就知道 这不是老驴吕飞扬 就是东北虎与蛤蟆 跑不了这仨 而且在怀疑对象中 吕飞扬与东北虎这两人间 楚风更觉得像是东北虎 前者贪生怕死 后者呢 没节操 当初 昆仑下大战时 东北虎可是号称西伯利亚虎 站在西方联军那边 结果一看情况不对 第一时间叛变 号称自己是东北虎 属于东方阵营 跟着追杀西方的席勒黑龙等 我就知道是你 楚风想削他 宋太 别生气 我说的那些 有些是真的 主要是为了防备老骨啊 这孙子忒不是东西 竟敢惦记大嫂 无论青石仙子还是洛伊 是这个老户 所能染指的吗 我只是想给他一个教训 东北虎舔着脸 老骨一听就急了 想跟他拼命 我在轮回里真的见到了青石仙子了 他记起了前世今生 那表情太复杂了 号称史前第一人 天赋镇骨金 居然迷失生娃 大伙 你说啥 老骨急眼的同时 受到了太大的惊吓 这消息让他胸闷到差点背过气去 你边去 我烦着呢 东北虎不想理他 你烦什么 你给我说清楚 青石呢 他怎么就生孩子了 他在哪儿 老骨简直要抱走了 东北虎怒道 你没见虎爷毁柔了吗 长成这么一副歪刮猎子的模样 我都要疯了 你还烦我 他原本是虎 现在是驴子 的确在窝火 尤其是想到 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 他就更生气了 不断的骂老驴 吕飞扬 你要疯了 老夫还要疯呢 你别给我转移话题 我告诉你啊 老夫要是疯起来 连老夫自己都怕 接着他又怒道 你哪里毁容了 你这驴头驴脑的 压根不就这个样子吗 东北虎哭散着脸 胡说八道 我是虎 是真正的虎王 威风零零 杀气到天 愚蠢的驴子 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是吧 我 我 你居体大爷的 东北虎气得直撂抉择 他想到了 在轮回终极地的经历 临别之际 兄弟之间都很伤感 也很悲怅 此后分别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 黄牛大黑牛 欧阳峰等一群人 呼到针中 那时 老驴吕飞扬 更是搂着东北虎的脖子 虎哥 来生咱还做兄弟 老驴我认定你了 我虽然胎生怕死 但我却可以为你去死 东北虎也很激动 跟他勾肩搭背 老驴啊 有你这句话就够了 咱还是兄弟 来生我愿意投胎为驴 跟你做兄弟 高兴 老驴呢 当时拍着他的肩头 拉着他的手 脸上说 仗义 东北虎很是高兴 好兄弟 然后 他就悲剧了 在那最后关头 记起前生今世的青石仙子 郑重告诫 手持符纸 闯过轮回洞的生灵 心有执念 发誓投胎成什么了 多半就是什么 东北虎的眼睛当时就直了 可是 已经晚了 他半截身子都已经坠落进投胎的漩涡中 而那时 他抬头一撇 老驴双目发光 还没有踏进漩涡呢 念念有词 说他出身书香门底时下 要做才子 我顶你个肥呀 驴分胆 这是东北虎最后时刻的怨念 他知道晚了 他被那头驴忽悠的一时间嘴快 扬言要投胎为驴 可是那头驴子 自己却要跑去做才子了 这一刻 东北虎忍无可忍 将这伤心的投胎旧事说了出来 听得楚风是目瞪口呆 你说 老驴拍着你的肩头 拉着你的手 说你仗义 忽悠你去当驴 然后 转眼间 他就投胎去当才子了 是 这个王八蛋 气杀我瘾 东北虎嗷嗷直叫 想到这桩往事 他简直就受不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次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